四十九 北京青年報 鮮花雀今時偏偏最淒涼 2015年7月14日砌B03 丁閒前歇日子 湯姆霍柏柏導演的歌劇版《悲慘世界》登陸中國 感懷於影片激動起的革命情懷和人性之美 我增在影院留下振奮的熱淚 而今天,我國導演供應甜執到的寬曲電影《紅樓夢》在中戲劇場放映 影片為美空靈的畫面 清澈遠轉的唱腔 結具宿命感的情質教價 再一次令我深受震撼 山賢淚夏 四大名著之一的《紅樓夢》被譽為值得用一生來讀的作品 她雖然寫的是一個家族傳亡興衰 一對男女的離合醉散 但視卻輻射著整個時代的人密的命運 有著穿越時空 永丁周老 匹 力量 要在一部電影的時間內把曹雪勤用盡如生都說不盡的東西表現出來 還要結合坤曲這種並不為大警戒到X 的古典戲曲形式內演繹 幾時對導演功底的挑戰 也是靈感的重新揮灑 坤曲電影《紅樓夢》成功地貫徹了中國古典主義美學 把握了原珠的氣質 即為美 精緻 淺遠和前面 坤曲的唱腔為整部電影增色不少 坤曲是古典戲曲中比較溫柔軟弱的一種 唱腔華麗 念白月啞 表演細膩 舞蹈飄逸 在《紅樓夢》這部水造的女兒戲中 非常相得益張 電影的服裝化妝和道具同樣十分考究 錦衣華服 雲繃花顏 每一個人物都彷彿是從惑中走下來的先人一樣 舉手投足 顧盼流連之間都別有一種古典的美感 無論是長角斜陽 還是庭院落花 都全無擺設痕跡而顯得自然可感 整部影片的美學徘徊在真實和幻覺之間 也可說句有一種逆真悅患的美感 尤其是在《代玉之死》這場戲中 導演通過電影展設 彌補了舞台劇的局限性 補玉的昏房和代玉的燒傷管兩個場景的對設 一邊是燈火通明 鴛鴦將亂 一片紅色的喜慶場景 一邊是灰暗消失 仍仍相吊 一番淒風苦雨的場面 補玉眼陷熱淚 飽含心情 遲遲不肯掀開補差的蓋頭 他的眼神望向窗外 出神地遙想著和代玉初見的場景 而對面的窗內 若隱若然的是病入高方的代玉正在床頭咳血 而代玉在臨終之前 懷著滿心失落和遺憾 掙扎著伏在窗口 看著對面一片喜慶的燈火 窗內若隱若現正是保玉保差農情物意的樣子 這樣的處理 是一種電影化寫意惑的手法 就像棋區窩黑電影後窗所運用的手法 將人物內心深處的情感和電影場景巧妙地結合在一起 洪托出人物之間相隔形形一水 能夠感知對方 卻不能相見的淒美感 坤曲電影《洪流夢》運用了寫意手法講故事的獨特上司 《洪流夢》傳本近百萬字 要濃縮在短短的電影篇幅之內 必須要相當精妙地提煉和取捨 導演在這部戲裏面 就選擇了幾個最經典的情節 作為貫穿全劇的主線 強烈的跳躍感 大量劉伯山凡就選 拿著情感最深邃最濃烈的部分 導演還是提煉出了寶代愛情這一條主線 從相見到相知 相愛 相離四部曲 人物命運的變化更有一種喜喜樂樂的感覺 這樣的創作方法運用在普通的故事片電影當中 會造成聚術的斷層 打擾官吻手了張 美過程 然而在這部古典主義的戲曲電影中 卻巧妙地形成了一種加尼的審美效果 讓官連 必情同身受的同事又能夠抽離出來 冷靜地審視人物 扣問命運 從而引發更深層的觀影思索 比喻在原非醒親這一場戲 一開始大官院中金碧輝煌 原非一閘華復焰光四射 在場所有人穿著起獻的大紅色服地跪拜 一片感受繁華的熱鬧景象 三夫萬歲 崇拜權貴的在我們的生活裡再熟悉不過了 導演在此處卻別具象深地用了寫意化的處理 利用電影手法 隨著寶玉心水的變化 鏡頭一切 光線不陷 前一秒環燈火通明的庭院瞬間 變成了一個冰冷落幕的方圓 那些喜憲的面孔 逢迎的笑容瞬間仍故彷彿木乃伊一般 保育從一片無聲無息的寂寞 停遠穿過 似乎進入了一個精神世界 不解地看著這寫對權貴和財富無拜的人 這時惑愛響起了那首好了 世人都曉神先好 唯有金銀望不了 眾生只恨罪無多 罪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先好 唯有嬌妻望不了 君生日日說恩情 君寫又隨人去了 此處強烈的對比 既控托出了保育複雜的心水 又刻滑出了對社會和人生最初的感悟 同時 兩個世界反差氛圍的營造 也加深了觀思對卡 師 華和樂莫爾者的思辨 這時 我們似乎會忘了紅樓夢 而敢懷於我們真經那麼熟悉的歷史和現實 五十年前的粵劇版《紅樓夢無異意》成經典 不論是黃民娟和林代玉形象 還是唱腔中的天上吊下個林妹妹 但人們似乎對經典也保有不滿足感 於是就有了角色版本一次次的重拍 這一版《昆曲紅樓夢》如說區別於前者或其他版 創作者最大的蠟燭點就在於 不僅僅表現寶代愛情 而是把更多的不默著眼圓著中對社會和人生的種種感受和感悟 立足於保育入世出世這場大夢中的醒悟 同時又融入了偏道對這部名著極具當代性的讀解 所以從這個層面上說 這一版的《紅樓夢》更具文學性、更具思辨性 更接近於曹雪芹的原著人民精神 對於一拍再拍的各種版本的《紅樓夢》而言 這一版《紅樓夢》無疑是達樹一次的 是一次十分難能可貴的超越 我國古典戲曲魅力毫不純粹於西方的音樂劇 而《紅樓夢》對古典名著的詮釋也不輸給英國的悲慘世界 如果說音樂劇電影悲慘世界是一部場面宏大 充滿悲壯氣氛的絲絲劇 那昆曲電影《紅樓夢》則是一部細膩軟弱 令人感動回味的古典主義愛情悲劇 而且氣質大相敬庭 一個是泡灑熱血的理想主義 一個是意義帶雷的一往情深 且同樣大吸人極致的審美體驗 所以無論是國外還是本土 不論是古典還是現代 不論是商業還是藝術 我們對於好作品的訴求永遠是那麼簡單 就如同《紅樓夢》帶給我們的唯美的感官體驗 與深刻的心靈觸動